台湾三十多个民间团体与人权活动家表示 中鼎帮没回家 陈英林不用来 他们无法信任投保协议 今天台湾陆委会主委赖信源多次被问到 会不会在两会期间交涉中鼎帮案 赖信源都避而不答 陆委会举办投保协议说明会 记者追问主委赖信源 会不会在两会期间交涉中鼎帮案 赖信源避而不答 民间团体和人权活动家 是很明确的提出来 中鼎帮没回家 陈英林就不要来 陆委会有没有更具体的营救作为 会不会在两会期间当面提出交涉 这两个协议签订了都没有办法来营救中鼎帮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在第八次江城会把 就是营救中鼎帮列入一个议题 一定要大陆赶快的要对外宣布 说明到底他违反了些什么 那如果没有我们也要求要赶快尽快的要释放 在过去47天当中 不管法务部或者是陆委会 或者是海基会相关的这个管道都过去 那即使是一大陆就是 会不会当面向对岸交涉中鼎帮案 赖信员没有回应 中鼎帮目前处于失联 大陆律师礼拜一提出探视诉求 但遭拒绝 至于在淘宝协议部分 台湾方要求的24小时内通知机制 确定没有争取到无例外原则 意味着只要当事人被扣上危害国安 或恐怖行动的罪名 对岸仍然可以不用通知台湾家属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祥陈真 台湾台报道